各位親愛的電視機器人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非常歡迎大家收看老中新聞的電視節目 我是主持人Angela 今天我帶領大家關注小灣區的新聞新事 美國是一個多種族的移民國家 在這一片自由的天空下 人民過著非常平等和自由的生活 但完全是這樣嗎? 在我們自己身邊的朋友圈裡面 也經常會出現地獄上的歧視 更不用說大家內心底 都會對種族、膚色、金錢、地位、年齡、文化等方面 帶有不同程度的偏見 自己國家強不強大 人民的精神、文明素質是什麼樣的? 民族的劣根性、優勢性在哪裡? 只有自己才是最清楚的 旁邊的人只能去學習和去了解 並沒有權力去做任何的點評 或者是對他人的人身攻擊 而維護自己民族的團結和強大 也是每一個老百姓需要做到最簡單的人物 最近有全美60多名亞裔組成的團體 週五的時候 向司法和教育部門的民權辦事處提出了申訴 指責哈佛等長春藤大學 在錄取亞裔申請人的過程中 存在歧視的行為 60名亞裔包括華裔、印度裔、韓裔和巴基斯坦裔 他們要求教育部和司法部 對哈佛大學和其他長春藤大學的 錄取程序進行調查 赫令這些大學在錄取過程中 停止種族配額和種族平衡的行為 哈佛大學表示 學校的錄取程序 完全是符合聯邦法律的要求 亞裔學生的錄取率在過去的10年 也從17.6%上升到21% 據悉其他亞裔團體也陸續發表了聲明 要求哈佛大學平等招生 支持者中還包括美國民權委員會的兩名成員 無論哈佛是否在招生中真的存在歧視 或者是工作上的疏漏 無論在哪裡 國家的歧視多少都是存在的 但是美國能夠為歧視而說No 進行反抗 也可見其文明的程度了 下面讓我們看一條比較輕鬆的新聞 在密赫根中有一名婦人週三的時候 誕下了一個兒子 本來是件大好事 可是對於這對夫婦來說 可能又讓他們失望一次了 因為這一次已經是她第13次的懷孕和分娩了 特別之初是她所生的全部是男孩 40歲的婦人Katerine週三的時候 在醫院順利的分娩 母子平安 男嬰有九棒症 夫婦二人說他們都希望可以有一個漂亮的女兒 兩個人的長子今年已經是22歲了 而除了這個剛剛出生的小baby 他們最小的小哥哥今年才21個月大 我們祝這個幸福的大家庭 永遠的健康平安和快樂 好了 本期節目就播送到此了 喜歡的朋友下期同樣時間我們再見